中秋 是怎麼 沒有 是怎麼 沒有 沒有 這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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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很感恩 很感恩 三峽區公所在中秋節及重陽節前夕 由施玉祥區長代表侯市長 與三峽區農會 財團法人理事瓦丹基金會 財團法人致號慈善基金會 三峽區里長林會會長陳志全 秀川里里長李凱瑞 及艾欣志工等人 到獨居長輩家中送上關懷問候 還非常用心的特別準備了蛋糕來慶祝 讓長者感受到溫馨的中秋節 重拾溫暖幸福的感覺 今天獨家工作以外 農會雙元島有聖幹事 也很關心 這個農會的中秋月餅 祝阿嬤這個中秋節快樂 還有這幾個美女 一起幫阿嬤這個人 慶祝中秋節快樂 中秋節的前夕 我們很多的志工 包括我們的農會 還有我們製靠基金會 這邊還有一定基金會 還有我們這個理事瓦丹基金會 大家提供很多的中秋節 很多應景的而且很實用的 中秋節的這個算是禮品 代表侯市長 祝新北市所有的長輩 大家都能夠快快樂樂 見見看完平平安 也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當然最重要的是感謝所有的志工 施育翔區長表示 公所推動全齡高風險家庭 整合型安全網服務 整合公司部門 統心協力推動關懷弱勢照顧服務 這次特別感謝三峽區農會 捐贈了70盒月餅禮盒 來照顧弱勢族群 財團法人李氏瓦丹基金會 長期捐贈食物銀行的愛心物資 財團法人志浩慈善基金會 也積極準備民生物資 供長輩日常所需 非常感謝我們三峽區公所 媒介了非常多的愛心的單位 有我們三峽區農會 還有我們志浩基金會 很多的在慈善的基金會 對我們地方有一些 比較獨居的老人 在一個中秋佳節時候 來進行一個慰問 我們社會有一些 需要我們去關懷的 那農會餅的取之地方 用之地方的精神 藉由我們這個中秋佳節 藉由我們的 贈送我們的老人 或者是比較需要幫忙的 那我們的用做中秋月餅 來祝他們佳節愉快 祝他們身體健康 跟三峽公所 來關懷的這些老人 我們盡一些社會責任 讓這個社會能更好一點 然後我們就 關懷的老人 我們就帶了一些小的 一個物品來給老人 來關懷他們 中秋重陽節前夕 由三峽區公所 連結愛心企業 捐贈月餅 電鍋給獨居長輩 也歡迎各界善心人士 踴躍共襄盛舉 共同幫助弱勢民眾 讓所有人 都能夠歡度 溫馨幸福的佳節 中秋節快樂 中家新聞 呂奇坤 顯金華 新北採訪報導 小燕 作詞 中秋夏